有位朋友Raymond Ling 叫我講講我對佛教的看法 我在佛教學校教了十幾年 所以知道不知道 有時都要聽大師們講一下 但又聽得不多,又聽不入腦 所以知道不知道 但我看過一、兩本的法學書 也知道不知道,一看兩本書不可以知道 但我也有講講我自己怎麼看佛教 佛教主要是有幾點 我將它歸納出來當作我的感覺 第一,我們中國文化 就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和我們中國文化 就起了一個很大的互惠影響 所以我們中國文化的余式道三家 是混在一起的 很難將余式道再拆開來 余式道當然是講余家孔子那一套 有幾個主流的思想 是來自佛教的 第一個就是循迴 循迴意思是 一個人死後 你就會經過一個鬼門關 過人關之後 就要吃個麻婆湯 吃完麻婆湯之後 你就會忘記了前世的東西 所以你就投身再做人 或者做其他東西 而你投身做什麼呢 就看看你前生做得好事多 做得壞事多 於是這個就用來解釋 所謂你今世所面對的挑戰 或者好運 或者不好的運氣 於是歸咎你上一輩子 如果今世的運氣很差 歸咎你上一輩子 你當然做了很多錯事 而現在這一輩子 你就要捱苦 希望你今世做得好事 下世會好些 然後你經過很多次循迴之後 如果你越做越好 就像釋迦牟利一樣 做一下做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脫離這個循迴 於是你不用再受苦難 人人都可以成佛 而這個佛不等於神 只是說你去到一個無我境界 而這個無我境界史 你不需要再經過這個輪迴 於是你不需要再受人間之苦 於是你離開了這個輪迴 這就是其中一個主要 但在這個學書上 我相信混了很多道家的東西 所以我就說這些學書 我不敢說明它一定是佛教學書 而是我們中國傳統上的一個想法 一個輪迴 當然我不相信這些東西 我不覺得有前世 也不覺得有後世 當然下一個問題 很多人會問 你既然不相信前世 又不出現後世 你以為你死了會怎樣 那麼 那個答案就是 我死了之後就等於 我還沒生之前 即是我不存在 我這些 皮膚和頭髮 我自然界借回來的 那這一堆聚在一起 使得我腦裡有電波酒 我又要靠吃東西 我這些舊東西 是保持在一起 那我死了之後 這堆東西是否割走割 那我這個思想沒有了 那就沒事了 就等於我未出生之前 沒有我存在 那當然 因為我曾經存在過 對世界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 人人都對世界有影響 沒有子女 你便把子女出來 如果你是偉大的人物 譬如毛澤東 他便害死三千多萬人 這些事情一定有 但這對我來說 沒有意義 就走了 所以我完全不信任他 這就是佛教其中一樣 第二 佛教也是說 Suffering 即是如何解脫人間的苦難 他解釋方法就是 因為我們人有五慾 即是想這 因為想得太多 你越想得太多 你越想要 越想要 這就是苦難的內容 如果你可以放棄你的慾望 丟掉它 即是 叫不識皆空 全部丟掉之後 你就不需要再為了物質的東西 或者你過起的慾望 而去操勞 或者去受苦 所以 要解決這個苦難 其實最容易解決方法 就是 將自己心中的慾望燒除 於是他習近說很多是 講自我去盤失靜坐 想想想 如何使自己超然 即是 不再為物質的東西去追求 佛教說了很多的事情 同樣 我覺得這個是 比較消極的人生態度 因為很多時候 那個世界的推動力 都是來自少少貪婪 當然 每樣東西 就是過份一定不好的 所以我仍然喜歡 就是比較儒家的想法 就是行為中庸之道 即是說 每樣東西都適當 最好 人沒有慾望 沒有推動力 沒有推動力 你就很難勤勞工作 所以 有一點慾望是好的 但是慾望 如果太多 變成貪婪 或者不擇手段 那就不好 我就採取一個比較中間的老師 佛教說 也不是完全叫你什麼都不理 而是他叫你把自己的思想清晰一點 想想 那個苦難的來源 其實 也跟儒家的技術不欲物思 有點相似 就是拿自己作為一個標準 然後 希望把自己的欲望減低 使得整個社會之間 互相之間 沒有那麼大的競爭 沒有那麼難的競爭 所以 就做了很多不需要的苦難出來 而 你面對的苦難 解釋 在於 你前身做的壞事 多於輪迴 解釋了 你今生所對的 好彩或不彩的事情 最後 佛教 每人都可以成佛 這個 正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一邊 叫你盡量減低 欲望 但另一方面 你追求什麼 追求一個心靈的平靜 希望 心靈和自然 融合在一起 變成自己的一份 這部分的學說 也有少許像 道教的學說 很難說一定是 佛教的學說 但 佛教的確是 說 你脫離這個循環 輪迴之後 你就可以 清心寡慾 心沒什麼 所以 你和自然界混在一起 變回自然界 和佛教的說法 就是 陰陽 我們要陰陽平衡 要不要做事過份 看事要看得到 差不多 中國這些儀式道三家 混在一起 因為我 在一個中國人的地方 在香港長大 所以 這套概念 全部都混在一起 很難特地分開 什麼是什麼 所以 亦都不亂說幾句 回答了朋友的問題 希望他滿意 如果有什麼事 大家繼續聊天 聊天 聊天沒什麼所謂 拜拜